大燈 黃化 霧化 難道只能更換新的嗎 大家好 我是愛車保姆的阿勳 今天我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老車常見的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大燈 黃化 霧化 應該要如何做一個修復呢 因為如果你不去處理的話 就會導致我們夜間開車 光線照射出去不清楚 我們首先要先來了解 為什麼大燈會有黃化霧化的問題 無外乎就是我們原廠的抗入V層 遭受到環境的汙染以及人為因素的破壞 導致我們的大燈慢慢的變黃變霧 先來講一下環境移速有哪些 車子長時間在那邊風吹日曬雨 它的抗入V層就會遭受到破壞 例如我們車子停在大太陽底下 經過長時間的曝曬 陽光中紫外線會破壞上面的抗入V層 導致我們透明燈殼外部的部分慢慢的變黃 第二就是我們車子行駛在道路中 空氣中的灰塵砂尺一直於我們的大燈表面做摩擦 也會慢慢的磨掉它上面的抗入V層 導致我們的透明燈殼外部慢慢的變黃變霧 第三點我們的大燈不屬於完全的秘密空間 經過大雨的沖刷過後會有水氣的滲入 那原廠會設計一個排氣孔 就是要讓我們的水氣可以排出來 你的排氣孔如果遭受到髒東西的骨色 它就會導致大燈內部開始慢慢的霧化 那人為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點很多車友喜歡去改車 他會把大燈改成HID的或者是把瓦數增打 讓我們大燈看起來很亮 但是這樣就會導致我們燈殼表面的溫度過高 慢慢的就會產生黃化霧化的問題 那第二點剛才有講到我們大燈不屬於完全密閉的空間 你長時間用高壓洗車去沖啊 或者是它原廠設計不良 我們的水氣進入到我們大燈無法排出 內部霧氣無法消散啊 嚴重甚至會有進水的情況發生 不但影響造明還會維持裡面的一些電子線路 造成短路的問題發生 那我們大燈要怎麼做一個修復呢 常見的方式有三種 第一種是以DIY研磨拋光 第二種找我們那種大燈專業美容廠 第三種就是直接去更換一個新的燈罩 那剛才講到DIY研磨拋光的方式 其實它有三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你使用那種汽車打海 搭配我們的出蠟研磨劑 或者是有些人會用牙膏 將我們大燈上面的氧化黃化硬化層給套出 讓我們大燈會附透亮 但因為它上面的硬化層已經沒有了 所以它無法抗入力 抗陽光中的磁外線 也無法防掛 就連你洗車都有可能會刮傷 這樣你幾個月之後 你的大燈就會再次的霧化 甚至可能變得更嚴重了 這樣就本末導致得不償失了 第二種做法就是針度法 那它的做法就是先拿我們的水沙紙 一邊加水一邊抹 以達到一個拋光的效果 那這樣黃化部分拋除之後 我們再拿車燈修復液 以氣勳大燈的方式 依靠化學溶機去溶解老化部分 或是大燈透亮 那它的缺點就是它的原料有劇毒 它效果有些微的落差 透視度差 不抗光 表面凹凸不均 我個人是不會建議 車友用這種方式去DIY 那第三種做法相對來說就比較輕鬆 就是購買市售的大燈修復組 例如我們這個Wilson的大燈拋光度模組 它的做法其實就很簡單 使用內附的大燈拋光劑 均勻的倒在我們的拋光面上面 以直線的方式 將我們黃化的部分進行拋光 恢復大燈透亮 那它不會留下細紋 也不會造成表面凹凸不絕 再使用我們內附的大燈度模劑 進行一個保護的動作 當然它沒有辦法像剛出廠的大燈一樣 因為有經過特殊的處理 可能5到6年都不會黃化 所以我會建議這種維護劑 就是大概2到3個月就要進行維護 延緩它再次黃化霧化的時間 它最終處理好大概是在500到1000之間而已 那要注意的是 我們這種修復的動作都只能作用在大燈表殼的霧化 如果它是內部霧化 我就會建議你直接去氣修廠或者是美容廠做一個更換 第二種做法就是 找我們那種專業的大燈美容店家 它可以直接幫你去做一個拋除以及修復的動作 當然它也有一定的價格 大概是落在2000到3000之間 那第三種方式就是更換新燈照 當然如果你預算足夠 你可以直接換新的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因為你車款不同 便宜的差不多三四千就可以搞定 但貴的甚至要一萬以上 所以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我會建議大家依照自己的預算以及條件 去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做處理就好 那我再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就是大燈是我們汽車的眼睛 所以我們應該要經常去做一個維護保養的動作 這樣不但可以保持我們夜間行車安全 也可以讓你的車子看起來比較好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